大家好,现在我们一起练习第13克盒饭。 你们看,这家餐厅的特价午餐盒饭,三个小菜加白饭才8块半,还带一小杯酸辣汤,真便宜。 现在在中国,到处都有卖盒饭的快餐店。在马路上,医院和学校门外,也能看到卖盒饭的小吃摊。盒饭已经变成中式快餐了。 现代人忙进忙出,在外面办事的人没有时间去饭馆吃饭。吃的不健康,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买一盒盒饭。 盒饭,听起来像台湾的便当。我在台湾旅行的时候,在很多便利商店买过,各式各样,有肉的便当,也有素食便当。 每一种都非常好吃,想起来我还流口水呢。